民眾仔細挑選到了秋天 正式吃蟹好時機 正面過來吃蟹這樣 那我每年都會計劃 有時候每年都來這邊走一下 看看這樣子 買的是三點蟹嗎 對 買三點蟹 以台人最愛本土蟹類 花蟹入職先甜 人其最旺 三點蟹也不遑多讓 體型較小 肉量少 但甚在價格便宜 但其他蟹類大多仰賴進口 像是大閘蟹從中國進口就佔九成 一公斤藥價約一千五百元 臺灣本土的因為養殖地少 產量少 價格也較高 一公斤藥價約一千六百 到一千八百元 但大閘蟹香氣濃郁 尤其蟹黃蟹糕 是不少民眾心頭愛 另外帝王蟹冷凍海� 從智力進口佔七成 一公斤約一千兩百元 活的海鮮則是從俄羅斯 南北韓進口 一公斤藥價約一千六百元 但比起大閘蟹 甚在肉量多汁豐富 養殖廠來講的話 實在那個數量能養的地方實在太少 所以只能依賴的中國進口 但近幾年不管是本土或是進口蟹 因為出船量少成本變高 蟹類價格也都比疫情前來得高 恐怕得等漁船變多 捕獲量多才有可能降低價格 華視新聞 張天宇 潘建日 鄭優倩 台北記錄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